每個都放狗 加拿大人 整條街上有幾隻狗 嘩嘩嘩嘩 那裡有隻金毛 那裡有隻白毛 那裡有隻黑毛 別人跑了 別人 這是在草筋階層 這裡真是野狼 我整個陸位置收垃圾 遲早要逗留都是這樣 上面的垃圾 市政府應該要理會一下 這是草筋階層 貧民區就是這樣 這是教會 住宅區裡面也有教會 教堂等等 因為他們有另一個稅 即是物業稅等不同 是 放狗 把狗放在住宅區 我發現 加拿大的住宅區 溫哥華的住宅區 加拿大的住宅區,溫哥華的住宅區 多些人養狗 在美國的住宅區,也不是旅遊區 有時去住宅區,好像不見到那麼多人放狗 這個我感覺,因為我未必太深入 去其他城市,未必好像有溫哥華那麼多狗 我覺得溫哥華的狗多些,或是旅遊區的狗多些 這個區我出青街都一定會撞到 不是撞到一兩個 好了好了 走遠一點 以前Double綁在外面 後來我發現,連去銀行裡都可以讓你進去 九巴主,是舊區 所以走出去商店街都不會太遠 叫做方便,雖然不是大超市 以前Double綁在這裡 你明天可以讓你遊去 看見多些人 看見多些人 那我就走到雙面街 不要經常走在社區那些路 看見多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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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會是… 看見多些人 他到處找垃圾袋 這邊是溫哥華舊區的商店街 大超市就沒有了,例如銀行、其他垃圾食物、咖啡店 也不是大超市,一兩間比較貴的中型的超市 這裏又準備蓋了,做到蓋一蓋 這裏已經跪了地很久 這裏又不准蓋,不要弄傷棵樹根和樹皮 加拿大蓋蓋有部份成本 真的在這裏 怎樣?出來多見一些人 這些是商店街的 最多銀行在這條街 其他都是漆漆的 銀行也有四、五間 五間,只要這條街有兩個路口 反正銀行的競爭有多大 雖然現在說網絡化而已 但始終有些像九八老人家 也有個門市 也是就業機會 有門市也遲些 這裏真是… 銀行也只有門面 只有機器在這裏 你自己搞定 咦?這間搬了嗎? 這間中型超市搬了 這裏又建屋了 很久了 這間搬了我都不知道 我搬到那邊 這裏又建了新的 好 來 去那邊 去那邊 這個社區是大陸 看 我真是不知道要建什麼 這裏很大一塊地 因為後面還有一個大停車場的空位 這是市政府的停車場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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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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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交通影響 出入 這裏連著一塊整個街上建 但建在甚麼範圍 我都沒有留意 那裏後面這塊 如果市政府被連著 連著一塊地 便會發脾氣 這裏是市政府停車場 你看 那裏的工具停車場 以前不可以的 現在還可以停車場 我也不知道市政府在想甚麼 以前是不可以的 現在還可以過夜 這裏是無家可貴的 那裏是無家可貴的 那裏要解決 那裏是地價這麼貴 這裏是學校 這裏是學校 中學在這裏 行路都可以到的 舊區方便在這裏 雖然你走多久 這裏應該是違規的 不過這裏好像是教會拿了 這樣搭鵬是違規的 怎樣 走好遠 乖乖的 去裏有東西弄 走吧 好 這裏應該是教會 不是住宅那裏 它建成這樣可以給你 這裏也是經典的 這裏拍了很久 這裏是新的RV 你看 上面脫皮脫骨 哇 電線 這裏是這樣的 這裏是舊款的 木 鋪一層上去 這裏一穿 真的流水流成的 這裏是舊款的 起碼有20年 不知道 這裏是九幾年 但仍然有牌 不要理會人家 嘿嘿 還能住人 好過睡覺搭帳房 看看 有些老師說 有空再走過 看不同的場景 所以 要走商店街 看到更多人 又要走到住宅區 住宅區 入面真是沒什麼人看 眼望了 人少 車少